上届课我们安装好了Docker,接下来我们来学习Docker镜像。 我们来学习一下镜像的分层技术。 Docker之所以非常火,最大的原因是因为Docker提出了这个镜像的概念。 早在原来集装箱没有出现之前,码头上还会有很多码头供应在搬用货物。 在集装箱出现以后,码头上看到更多的是Tadeo,并且集装箱的搬用模式更加单一,更加高效。 还有其他的好处,比如货物都打包到集装箱里面,可以防止货物之间相互影响。 并且,如果到了另外一个码头需要转用的话,有集装箱后,直接把集装箱放到另外一艘龙船上即可。 完全可以保证,里面的货物是整体的搬迁,并不损坏货物本身。 那么Docker镜像在IT行业中,它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什么是Docker镜像呢?Docker镜像就是把业务代码和运行环境进行整体的打包。 Docker镜像这个概念特别好,那么如何去制作镜像? 现在Docker官方公开的进行仓库上面重放了大量的镜像。 所以,最基础的Docker镜像我们可以从供用仓库上直接拉去就行。 因为这些镜像都是原厂维护,可以得到最及时的更新和修复。 我们如果想定制这些镜像,我们可以通过编写Docker Fill, 然后重新Build的,然后最终把它打包成一个镜像。 这种方式是最为推荐的方式,包括我们以后在企业当中去实践应用的时候, 也是推荐用这种方式。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操作方式,就是通过镜像启动一个容器, 然后进行操作,最终通过Commit这条命令, 然后Commit成一个镜像,但是不推荐这种方式。 虽然说通过Commit这个命令的方式,像是操作虚拟机一样的模式, 但是容器毕竟是容器,容器它不是虚拟机, 所以还是大家要去适应使用Docker Fill去生成这种镜像的习惯。 那么镜像的概念,我们大概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 主要就是镜像就是把页部代码和运行环境进行整体的打包。 我们这节课重点是了解镜像的封层的技术。 我们先来看一个Ubuntu系统的镜像。 我们可以看到镜像会分为很多个layer, 并且每个layer大家都会有一个大小和一个ID,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四个layer, 还有四个layer的ID号。 那么最终这个镜像是由多个layer组合而成, 并且这个镜像它是只读的, 不能往里面写数据。 如果想写数据,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会在镜像上面再起一层, 就是continent layer, 其实就是相当于把镜像启动成了一个容器。 那么在容器这一层, 我们是可写的。 比如我们在想在这个Ubuntu系统上再加一层, 我们只能累加, 比如说加一个ginx, 或者说加一个其他的一个pvp,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程序, 只能在网上再在上面再继续累加。 那么通过这些工作, 其实都是由cow, cow就是写实副小的这种机制来实现的。 所以典型的就是镜像的封程技术, 就是AUFS。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AUFS是以 another uninfeosetum的缩写, 它是支持将多个目录 灌载到同一个虚拟目录下, 就是把多个镜像的这个层灌载到 同一个目录下, 这样看起来我们就像是使用的是一个目录而已。 那么以构建的镜像会设计成指动模式, 就是 也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镜像, 它只能变成是指动模式。 那么red white就是我们在写的这个操作, 是在red only上的一种增量操作。 所以我们想去往里写东西的时候, 我们必须通过这个镜像, 创建成一个容器, 这样我们才能往里写东西。 但是, 如果, 这个容器, 它写的数据, 它是不会影响下面的这些层呢。 所以说, 它是一种增量的操作, 但是不影响red only这些层。 那么这样也就有一个好处, 就比如说, 我们现在, 可以看到手机里面的APP, APP里面, 都会从那个APP市场里面去下回来。 但是下回来之前, 它是一个静态的, 它就没有, 我们没有往里写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启动起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往里写东西, 或者做各种各样的操作。 但是, 如果我们把它关掉了以后, 或者说把它删除了以后, 它在这个镜像, 它就存在远端的。 所以说, 这镜像里面, 它是不会去修改的。 并且在这样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这个场景非常适合利用我们去实现测试环境, 因为我们的测试环境, 经常会去有一种操作是灌数据, 就是灌数据, 我们可以提前把这个测试数据, 比如打battle这个镜像里面, 那么这个镜像里面包含的就是, 比如说是Nginx, 我们最上面这个是Nginx, 你可以看这个图, 这上面这个是Nginx, Nginx比如说它连的有一些数据, 我们可以在往上面再打一层数据, 那么打完数据以后, 就可以把它启成一个容器, 它就可以去测试, 那么测试完了以后, 这个容器里面, 它会生成各种各样的数据, 也就是张数据,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容器把它再删掉, 删掉了以后, 我们这个镜像里面的东西是不会受影响的, 如果说它想再创建一套, 我们可以把这个镜像再起一个容器,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并且是干净的环境, 这个大家了解了吗? 好, 然后我们再来去总这一颗, 这一颗就总结两点, 第一, Docker的镜像, 它是运行环境和业务代码的整体打包, 或者说, Docker镜像也可以简单的就是, 它包含运行环境, 最终的APP镜像应该是运行环境加业务代码, 它进行整体的打包, 这个是Docker变革的应用交付质最大的一个特征, 剩下的我们就要了解, Docker的镜像, 它的重处, 它是一个写实负写的一个机制, 并且它能保证, 以生成的这些镜像, 它是不会受影响的, 并且它是止读的, 它还是一个累加的一个机制, 那么这样累加的话, 就是如果这个是负镜像, 我现在生成一个止镜像, 那么这个止镜像下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现在本地已经有负镜像, 那么它下来的时候, 它只会下来这个止镜像的最上面的这一层, 那么这些层它已经有了, 所以说它能起到一个结合空间的一个作用, 这个知识点我们在后续的过程当中, 还会去详细去讲解, 这一期课我们主要去了解, 静样的分成技术, AUFS, 好, 感谢大家, 这一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